无解 但是狮子 也是在落后一分的情况下 主动选择到了天宫寻梦 双方也练一练啊 来了啊 看一下这局新黄 风仔想要去抢右侧的路线 是 算空 风仔这个路线要更好一些 但是落地拖得太久了 这快速没点出来 是的 而且现在狮子 在经过了两个万道过后 来到领跑的同时 这个距离0.2的差距 这将带双方都踩上了 下面一个弯道暴力的ECU 标过来CWW都没问题 路线上狮子要更完美一点 断掉弹器 下面一个弯道 风仔会不会有碰到狮子的机会呢 没有碰到 但是后面的落地下来 开弹器之后进入到第二圈 是有机会的 就是一个右弯 那个弯道按死停滞 有可能上来碰反而被挡 这个点风仔细节处理非常的好 能够尝试拉近距离 这次狮子拖的有点久 但是风仔这次抢到了内道 而两个人再次发生一次互换 向内卡外 风仔落地点飘 拖失误了 是 飘移痕迹没有断掉 并且这个弹器的特性提借出发 ECU没点到 这直接 这一句话好像好熟 风仔的ECU有多少次没点到了 之前有看到 太多十一成 是 狮子这一把 借着天宫寻梦 追上了曾经的自己 最后的完成时间 定价齐驱 一分十六秒七 还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而且是机甲的记录 恭喜狮子 刚刚第一阶段对手破 这一次虽然自己破自己 但音乐也得响一波 没错 下局 风仔来选途了 一分十六秒七 破了0.02 最后星皇的速度 确实快 真的快 对 为什么快呢 是因为它没有重开 弹器的一个过程 通过自己的这个被动 就可以完成重现 是 家车都要重新开一个弹器 虽然叠的也是WCWW 但是速度有一个先降 后升的过程 恭喜狮子 追上一分的同时 比分扳平了 再刷上一场 小张一下 来了 新纪录 恭喜RW狮子 在第二阶段刚刚开始 选择了一张天宫寻梦 便直接打破纪录 1分16秒71 打破了曾经自己用圆棋 创下的1分16秒73 47点 就比较久了 这个 远记录选手 扎子杰 破记录选手 对 对 后面都很近 1分16 对了 那接下来 风在选 其实风在选途思路 在第二阶段 对 狮子也画了呀 天宝寻梦吧 狮子那些图其实也能打 为什么没打呢 因为 双方王图 这真把比分 再给对方的优势拿到的话 真的不好追啊 地图重合都太高 这里这个飘移真的断的太慢了 但第二圈其实 风仔是上来有做对抗 但是落地下来之后还是没断掉 而且这里ECU也没按上 ECU没按上 几星唤域 这一手以选代班啊 选了一手严军的图 严军就不用再别的图面了 对 虽然说 即使选出长城啊 双方也都不拒 因为最近风在长城的手感也比较火热 当初还能快个0.3 对 而且吉星唤域 不过脑海当中有一个话外音 为什么掉下去的又是阿达玉的选手啊 还记得吗 很难受 看起步 这次的起步 狮子很快 对 但是风仔起步一个凑强 直接落后0.6 这张图在 松露和在混战当中肯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 神主出发 弹射延续 而且在这一段延续过后 落地下来的开弹器 找路线的同时 前面的狮子也没有出现失误 要注意这里 要来细节点了 这里落地点 W4WW 会不会断空飘 风仔断空飘 路线很正啊 但是并没有明显拉近距离 只拉近了0.1 说明狮子在前面做的也同样的非常的极限 是的 要来注意自己的细节了 又来到了这个点 RW前面的前缀 让我对狮子有一点担心 但是没有问题 而且很极限 下面一个弹射 风仔反而拉近距离 这些狮子刚刚延续 应该出现了一点的瑕疵 但是影远并不是很大 但是下面一个拖飘 有拉近了 这里弹射过来之后 风仔已经反唱了狮子 最后这段 没有什么二连动路标 还有机会的 这一个机会 对于风仔来说 给了 但没完全给 风仔还是顺利出现 5比4 在最后这个二连断空飘处 虽然说风仔第一下成了 但第二次还是上墙了 对相当于是一个第二段 根本没有断出来 直接撞墙过弯的一个态势 1分0秒71 1分09秒52 嗯 这一把双方失误都是有的 17和52 对但是对于狮子来说 真的 呃 你如果把他的 极星换月每一局 按赛季 来说拎出来 其实他是一直在进步的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失误的点一直在靠后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肉眼可见的一个弹射 就顺利的让风仔完成了反超 因为前面那一个弯道啊 其实那个是相当于一个 慢中快出的小飘延序 那一个点的操作还是比较吃细节的 嗯 5比4了 这个成绩在这两个人 这局比赛上面都不算快 嗯 1分还在交替 不停的交替 第2个弯弹过来之后 下面这个弯道蹭墙了 这一次有衔接的很好 就这个小飘 哦 快出没点出来嘛 行 下面一个弯道 这个弹射就直接上墙了 最后风仔还没跳起来 狮子这边 快点 急速空的 还是来了 关键局批心态 赢了同分 输了赛点 这就是狮子 而且是对面的赛点 1分26秒15 这场景足够快 而且我们知道狮子可以更快 但是现在在烈士局 赛选空港的情况下 主要是稳定和对抗是未知的 过 两右 下面一个弯道暴地的ECO 两右空中就没有交替了 神种出发 在即随段 是的 这就是追随着对方的路线 来尽可能的抓到对方路线上的失误 然后马超没蹭到 诶 狮子在领先的过程当中 反而丢了一个小喷 这里 风仔为了挤满这个氮气 强行拉了两段延续 让狮子领先0.6 0.6这个数字很熟悉 但是在急速空港 0.6 1.6 2.6都有可能随时崩掉 是的 看一下风仔的后追 后追狮子 这个路线很好啊 拉近0.2 这是观人细节 对 刚刚那个点 因为没有把刹车点死 狮子出弯的时候 反而连打滑 这边带到了路线 右侧根本没有办法转过去 是 出弯出早了 直接上墙 下面一个弯道 狮子没弹出来 风仔还有机会 看后面这个ECU落地下来之后 小蹭一下 这个ECU释放收益是非常完美的 0.8 0.9 其实稳定的狮子 任何选手都不好 是的 一进入到室内过后 这个速度很快啊 对 但是这段没眼相 看一下后面的细节处理 尤其是这个撞强点啊 撞后 少了一段延续 0.6 0.5 但是这里侧身过来之后 开弹器CW没有出失误 再来一个侧身 这个侧身测的有一点大 并且风仔不断拉近距离 但是狮子还是能够稳到最后 最后充现的是RW狮子 双方5比5 再次占平 1分28秒14 底分占平5比5 测解 哇 抢局点 抢赛点吧 就是 在狮子球尾的那一刻 在风在极限后追的那一刻 好像每说一句话都有小心翼翼 是的 每飘一个弯 心当中随着这个弯道而跳动 这个极速空港 就是在这个 进入到这个连续旋转点下来的 就是跳台 路线重叠的情况下 挡在了右侧 让他没有办法再往左边寻找路线了 对 但下一张图 抢赛点和局点了 对吧 是 抢第5分跟抢第6分 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6分的争夺 尤其是选逐拳在风仔这边的情况下 他相当于也在争夺着自己最后一张图的选逐选 是的 随时要做好6比6的准备 那下一张图 风仔必上绝活 什么 反上11成 对 正11一般 反11还在 我觉得这种反11应该是没有意外 没错 5比5 但是反11的话 现在双方也都有车嘛 区别未来 而且都带到神丑 前期的对抗比较吃什么 神丑是否触发 嗯 这一个触发 对 很很关键啊 前期你速度快一些 卡贝注定要有一些优势嘛 这把双方都是在失误的 但是失误过后呢 狮子不停在做防守 而风仔不停在做后追 风仔后追很极限 但是狮子防守足够硬 一个ECU蹭到了右边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狮子虽然在后面有一段延续没有延上 但是稳到的终点 是 反向11成 徐帝 配神丑 最佳成绩双方是有一些差异的 而且那个最佳成绩前缀是什么 A技师 比较久远 是很久远了 对 其实最开始 如果你要是追溯到连赛最开始的时候 这场是野兜狮子的王子 没错 来看本局比赛的起步 侧身 两个侧身 风仔神丑出发了 这个点狮子就没有办法硬顶 狮子这个神丑怎么还没想 还在卡 他在这里弯道卡了 但是出弯 被反卡了 是的 而反卡过后 狮子神丑才迎来苏醒 但是这一波已经落后1.4 1.4在反向11成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不可后追距离啊 是啊 而且在这张图上面 他刻的是谁的名字啊 看风仔的弹射一如既往的稳定 最后的这一个进道过来以后 进入到自己的单击节奏 接下来 就看风仔个人的稳定性 而狮子呢 只能依靠自己超越极限的后追 去尝试拉近距离 没错 而现在对于风仔来说 又是1.4 这个成绩相较于曾经的记录来说啊 是有一些距离的 但是这一把相较于狮子来说 1.4 1.3 虽然在拉近 但是这个距离真的很安全 没错 再来一个弹射过来过后 现在对于狮子来说 可望而不可及啊 是 三原进到这个难点过来了 再看后面的弹射 这个弹射点了一下刹车 还是非常的求稳 过来以后 那就剩后面进到的这个难点了 是的 这个进到只要不走神 1.3 进到没有问题啊 没有拉近啊 是啊 这个距离 追不上了 对1.4 后面再开了一滴油过后 就两个人始终保持这个速度 对 因为可以看到 其实风仔的这个路线选择 是非常的求稳 是的 每一个台不追求体验 根本不追求体验 他只追求自己的过弯速度 只要过弯速度拉满的球 哎呀这一分到手是没有问题的 让我们恭喜风仔 拿下来到第六分 赛点局 赛点来了 竹子 顶着赛点 还得再选 这一下 对于狮子来说 对于狮子来说 现在又只能打同车 主要是一个同车吧 我觉得 其实选择已经唯一了 苏格兰 苏格兰场啊 而且 苏格兰对于狮子来说 他只能上什么 拉姆基尼 嗯 但是对于风仔来说 他其实可以上机架了 为什么 因为最后一首选择全在风仔这边 可以 所以说这一首选择就非常非常的固定 但是风仔的记录也是兰波基尼啊 他绝对的自信啊 那就双兰波基尼 不打赛事差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啊 其实 就跟昨天 阿生和 狮子 是一样的 嗯 阿生当时就拿出了苏武功嘛 这优势肯定是在的 所以我觉得 技嘉肯定是快的 是是快 但是在这种关键局上面 能不能够稳住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容错地是高的 所以 其实如果你稳不住的话 兰波基尼也未必能稳住 因为这张图子比较吃节奏 虽然说踢车控车很难 其实狮子这两个篮道 已经做得很极限了 他太想尽可能的创造优势了 而且他神统一直没出发 只在第三个进道 出完以后才出发 嗯 只有苏格兰 别无他选 苏格兰场 对的 看一下封仔的用车 是上机甲还是 兰波基尼 知道 虽然说这张图封仔的成绩 要比狮子快个1.65 嗯 但是狮子这张图 它的细节能力 不止1分43秒09能够体现的 没错 来看一下本局起步 侧神过来过后 一左一右 这次没能够再去寻找两个人 在所一起在做对抗 是 这手暴力起手 封仔交替过来 前面细节处理 还是封仔更快 是的 这边淡琴远区过后的一个弹射 也没有失误 两个人同样的路线 0.2 0.3的差距 这 我觉得这两个人 在对决的过程当中 不能以没有失误去要求他们 应该得看是否极限 没错 而且要注意好 每一个出弯的对抗点 这一个点 狮子就处理得非常极限 啊 这极限过头了 把自己送上墙过后 狮子一连续的贴死 这一局比赛3.1秒的差距 2比0的大分 在这一刻又要画上句号了吗 而看一下封仔也把曾经的自己跑了出来 这张图封仔的个人竞争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狮子这一局只能望而生叹 对于RW来说 在这一个赛季面对到RSD三战 但是 确实没有办法撼动RSD在三轮比赛当中的一个地位 这一次对于RW来说 虽然不设计淘汰 但是也希望啊不要影响他们接下来比赛的心态 没错 对于他们的赛程还没有结束 但是对于RSD来说 看一下封仔 后面稍稍有一些球稳 而且有一些瑕疵 但真的不重要 因为狮子在后面落后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是的 这个距离已经缩短到了1.1秒 但是出了室内之后 后面的两个弹射只要没有问题的话 对于狮子来说真的是不可后追了 是看一下封仔一弹神种出发 这边还是采取了个比较保守的快出切断 后面走进进到最后一个弯道 让我们一起恭喜RSD 3比0 RW挺进胜者组的决赛 RSD在季后赛的模式当中 他们每一轮都能够足够强大 没错 在最后这里的选择也是对于狮子来说是最优解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了 唯一解 唯一解 但是从自己的失误以及封仔的不给机会来看 这个唯一的解变成了无解 是的 面对着曾经在苏格兰场创下的记录 对于封仔来说这条路太熟了 对的 最主要就是这场比赛 虽然说仍是我们本个赛季节奥赛比较熟悉的3比0的比分 但是三轮比赛都非常的精彩 而对RW来说前两轮都是西败 没错 在二维比赛场上面看到了他们的韧性 在道具场上面在最终局的对决打到了第九局啊 对 但是对于胜决的最后一个名额只有一个 没错 他属于RSG 再次恭喜RSG3比0 RW挺进胜者组决赛 那胜决的两支队伍便是双狼之争去争夺第一个总决赛的名额 宿命对决又回来了 这两支队伍在本赛季他们的整体实力 整体的竞技 A阶循环赛RW的实力 再看他们在淘汰赛当中的表现 其实他们是收获了成长的 虽然说今天的比赛相较于明天的比赛 可能非常短暂 不过不到20个小时 但是这20个小时里面也希望RW能有一个很好的早整 是的 那明天的对决也已出现 就是双狼之争去争夺第一个总决赛的名额 是的 同样也有败者组的比赛 也是RW的 没错 7比5 在上半场一个4比3的比分结束之后进入到后半场 最后比分还是定格在了3比0 是的 这三轮比赛 这三轮比赛 其实每一轮RW相较于之前的自己打的都要更好一些 但是面对到RST来到季游赛尤其淘汰赛更稳定的表现 还是没能取胜 没错 在这场苏格兰场开局进入室内 这第一个弯道蹭上去 太急了 前面那个弯道出弯太急线了 是的 我觉得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样的 对 狮子看到了自己有这个进攻的欲望 有希望 是的 对 但极限性确实是环弯相扣的 需要做到整体的连贯才行 看一下MVP也给到了封仔 3分累积5次 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采访系